脖子那场戏原剧本是我扇了他一巴掌 但是呢我们要在第一部分我见过高启强两面的情况下 第二部分我们出来就已经结婚了 所以我要在这个出来就结婚之前的这两面完成一个任务就是 我们俩这个情感是怎么合逻辑的建立的 原剧本是扇了一巴掌也可以 但是我总觉得女人打架跟男人打架不要 张宋文被问拍戏期间被大嫂动心内 有谁注意高夜说了什么 网友太耿直了 2023年电视剧佳作是什么 不得不提到狂飙 爆红的狂飙让一直低调的演员张宋文 凭倦炸裂级演技轻松俘获了大家的心 这部剧还把大嫂的扮演者高夜 推上了万中瞩目的舞台 大嫂第一次出场 观众文的眼镜就从他身上一步开了 烈焰红唇 戏长高跟 霸气的外形到充满慈性的声线 让不少网友表示 流水的大哥 铁打的大嫂 张宋文和高夜在剧中分别饰演高启强和陈淑婷 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但其实高夜和张宋文已经认识十多年了 高夜出生于1991年 从2010年正式出道 给许多知名的女演员饰演过配角 但他始终艰细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戏份再少 角色再小 高夜照样全力以赴 11年前高夜出演了一部电影《边境风云》 其中一场戏是需要用塑料薄膜缠住脸 因为这场戏他险些被憋死 但是电影上映宣传海报上没有他的名字 此主演孙宏雷在电影发布会上怒对投资方 他十分愤怒地质问道 我向投资方提一个问题 海报上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 还有一段张宋文和高夜 2011年的对话截图 张宋文也摸头安慰高夜 并以正此言地进行了声讨 可以受冷落 被欺负 被抛弃 被拒绝 但一定都是在有尊严的情况中进行 去烫了那个头发 然后频频翻车 在这里呢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一冲动 然后去烫头发 因为陈淑婷的发型是刺抛的 刺抛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卷的 包括我的半头套也是每天卷的 所以千万不要一冲动 就去找Tony老师烫头发 千万千万不要 一烫就回不来了 原来大哥和大嫂那时候就认识了 幸好有了狂飙 高夜饰演的陈淑婷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 这个角色令人回味无穷 出道13年的高夜 也终于得偿所愿的红了 被网友称为国民大嫂 如今年过30的高夜依然单身 在一段采访中 他曾透露在不懂爱的年纪 遇到了最好的爱情 可到到了懂爱的时候 却没有了 一次张宋文被问 拍戏期间被大嫂动心内 这是有谁注意到高夜说了什么 导演组直接笑掉大牙 只见高夜耿直的回答 大佬的气势太大了 我把握不住 这个回答简直太搞笑了 看来张宋文饰演的大佬真是深入人心 聊到狂飙大嫂这个角色 记者问陈淑婷选择高启强是为了给孩子找个爸爸吗 而高夜的回答就是成年人的爱情 就是为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去找一块拼图 不得不说这个回答实在太高情商 一次有记者问张义为何很少宣传狂飙 对此张义说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 自己也是一直默默在朋友圈宣传 随后张义调侃狂飙收视率再高 也不和张宋文高业搭档了 我觉得过完春节假期 高业张宋文这两个爆红的打工人 应该请我们剧组的小伙伴吃一顿火锅 不然我也建议查查 高业和张宋文不像眼的 这个理解简直太搞笑了 随着狂飙的大火 高业也迎来了他的事业高峰 对于这样一位又酷又美又撒的姐姐 就应该给他多一点展现自我的舞台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